大家好,我是酷奇 昨天晚上謝謝大家來觀看 沒有想到最後居然是某種原因 手殘去了 不過也是藉這個機會多練習幾次 也算比較好掌握點的行動了 之後用了幾個隊伍也分別有打贏 那接下來幾天 在活動結束之前 也會盡可能的介紹一下 也會順便說明編程的原因 那今天就先來介紹昨天晚上 使用的珠景隊伍 稍微改了一點點 那我們就邊打邊說明 這次的編程跟上次又有一點不大一樣的地方 是因為我覺得火力有一點不夠 所以多了一個上限解放的角色 第一關先讓兩隻變身 然後我們先瞄準左邊的 如果繼承延遲的CD數夠短 其實在第一關可以開 不過這次的編程有一點沒辦法 最後第一關有點像是在賭運氣 看能不能天降多一點先把他左邊的解決掉 左邊使用的冥王CD只有3而已 所以開場可以先把右邊的延遲瞄準左邊的 就算被左邊的打一拳也不會死 所以理想上如果不想賭運氣的話 編程又想要相似 那盧斗拉的位置最好在不把防暗補滿的情況下 又或者是靠超覺醒 他的位置有4XP以上會比較理想 這樣我就想說要把弗雷給放進來 兩邊的功用其實差不多 接著從第二關開始我真的覺得萬磁王的技能 大概是配珠井上面不可或缺的 可以省下相當多的麻煩 現在要少到短CD 能夠把轉轉解掉的角色 真的很少 這齣幾乎看不到啦 實用的部分 那我這次給萬磁王技能的技能呢 這個叫做894的武器 然後Lakshimi技能的延遲 在這邊也開掉 再繼續耐久 耐久到變身打全體 894的武器也很好耶 肘子延長回復壓過 然後還加一個準準生成 那之後萬磁王的技能2技比較不會存到 後面有很多的地方要開掉他的技能 這一次用珠井的編程 大概看到每個人的隊伍 女帝是一定會放進去的 原因是裡面有10回合的覺醒無效 那7回合的也有 如果在10回合那邊打算 靠耐久的方式處理的話 其實可以把他換成妹妹 豆子 雖然不能到全解 但那個部分還可以耐久 然後7回合的也能夠解掉 哇 自從女帝公開之後 她有哪個隊伍不能入嗎 呵呵 我真搞不懂 明明是暗火屬性的 也能夠放到其他屬性裡面 就是因為技能太強了 就是因為技能太強了 接下來的屬性龍算是可以耐久的區域 但也不用特別耐久 下一關沒有會解決性無效 下一關沒有會解決性無效 或是競效的敵人 不過如果你這次啊 時間上面比較趕的話 你就第一回合打過 用珠錦對我的話試了幾次 大概都是落在20分鐘上下 比較多情況都是20分鐘以上 不過珠錦是真的太強了 面對這次的關卡 你看嘛 開場沒有延遲 可以稍微耐久 然後這次比較要注意的是 每個樓層 最多只能耐久6次而已 這也是為什麼這次的挑戰啊 限時30分鐘 因為每一關根本不能撐下來 想要存技能也很難 這邊呢 敵人會給 在大版面的情況之下 會給6個轉轉吧 最近還是要帶一隻 可以把轉轉解掉的 不然這邊解掉之後啊 其實後面還有 6個轉轉對出景度來說 比較不吃力 然後如果是小版面的話呢 是中間兩個 也是很麻煩的位置 看 不管是在哪個地方做貫穿 一定會被一格影響到 轉轉這個設計可以不要有嗎 其實我真的很討厭耶 討厭到一個極致 用珠錦編成的話呢 血量 金要到6萬4到6萬5吧 不然很多傷害沒辦法成下第二季 不然很多傷害沒辦法成下第二季 像這邊也算是 敵人會把全版面轉成特定的顏色 那兩全加下來呢 大概打6萬吧 這血量要控制好 接下來新機神的樓層啊 是我最會走火的地方了 血量要升太快了 像上關的寶石機啊 血量明明大概才40多億吧 這邊直接啊 要升到90億 還有100多億 這藥碼呢 直接做一個貫穿把火力提升到最大 藥碼就分兩全打 會比較安心 如果想避免走火的話啦 不然看一下這間影片就會發現啊 這也不知道死幾次了 第七關碰上水呢 會給覺醒五效 這個覺醒五效呢 是7回合 如果是放Nezuko的話 可以解除 現在火屬性裡面解7以上的角色 我覺得有點偏少 理想上女帝應該是最佳解 然後因為是水屬性的關係 然後防禦力也高 血也高 這邊通常要打三拳左右 兩到三拳吧 只能收到半血以下 這次的敵人呢 防禦力其實都算還好 但血量真的很高 他還是破百億了 那從之後這幾關呢 我會建議稍微小耐久一下 如果耐久在後面連續碰到傷害吸收的敵人 可以靠Luxium的二技 解除一次 像這次碰到日龍啊 就是比較衰的情況 如果下一關又連續 碰到鋼心神的話 就需要用到兩次 傷害吸收五效 不過下一關的鋼心神 敵人不會有盾 所以靠岩石的方式 可以把他的吸收給解除 雖然說日龍的血量沒有很高 但在消除上面還是建議多扛一點 不然會像這樣子 達不了多少 再怎麼說啦 萬磁王的火力還是要靠貫穿嘛 沒有貫穿的時候 火力是差異 編程上面沒有萬磁王的話 我會建議放冥王 那沒有Luxium的話 就是吉祥女神 我會建議放Sophie 反正至少啦 又有兩個 火力角質就對了 我是我的情況喔 這一次就是碰上兩次 同樣都是吸收的敵人 不過他的吸收只有三回合 但他三回合後也會斬殺 所以編程上一個 繼承傷害吸收 另外一個可以繼承延遲 甚至要兩隻角色 都靠吸收也可以 只是因為有延遲 所以朱瑾的隊伍來說 開頭可以比較好耐久 然後第九關的另外一隻是莎莉亞 會給轉租教室 他的轉租教室我覺得還算善良 打到2%的時候 如果沒有9combo以上 會給延遲 反正朱瑾的CD本來也很短 延到壓力也沒有那麼大 然後打這隻呢 建議不要撐到最後一回合再打喔 他的血量也是意外的高 有時候傷害打不夠可能會殘血 這也是在第十關碰上水的 除了開場會把攻擊力降低之外 其他的行動都還好 但因為他主屬性是水 所以一次要把他打到半血以下 會比較困難 那另外一隻呢 是TAKAMIMUSUBI 開場會給覺醒無效10回合 這也是為什麼要帶女帝 帶豆子的話呢 3回合 可以耐久 不過點的副屬性是水 所以一樣 開場先盡可能的 把他消耗大部分的血量 可以看到啊 這一隊打水比較辛苦 跟後面啊 碰上水屬性的BOSS 也會比較辛苦 可以看到啊 這一隊打水比較辛苦 把現實在挑戰 這邊就直接通過會比較好 如果是一般關卡的話呢 我會建議在第10和第11之間 至少耐久個5回合吧 原因是第10關的命殃 加第11關的靈殃 都會給 一個是給覺醒無效 然後一個是給禁消吧 特別是第11關呢 是給新禁消 然後開場的傷害又大 可是解無效的技能 一定要再存回來一次 解無效的技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第11關是 會交換隊長三回合 替代防交換隊長 但如果你的隊員防禦力和耐久力都很高的話 這邊可以無視 這將翔也很奇怪 如果官方不多出一點CD在456 所有的角色 那這一關根本就不能通過 一定會死 也不能說一定會死 會比較難通過 樹一定會死有點過頭 然後女僕真的很難打 最後他在第三回合的時候 開始就不會打你了 會給版面轉轉生成 而且轉轉的位置也很邪惡 那我覺得用珠景的好能 就是大版面能夠應付的情況比較多 重點是 敵人的血量防禦力一樣很高 有夠難打 不過好在啦 他的副屬性是木 打到一半以下的時候就會比較安息 那另外啊 敵人的無效盾 是在15億吧 所以傷害不要打那麼多的話 其實不會超過 但怎麼可能打不多呢 打不多就不用通過啦 好這是第二次的攻擊 每次的攻擊都落在30萬上下 這就算是背起的隊伍好了 沒有做好-7一樣是肥出去 那如果你有帶萬磁王的話 第一開始可以先開掉技能一次 然後後面還會再存回來一次 接下來的三回合敵人不會打你 但轉轉的生成實在是很討厭耶 剛好大版面的情況喔 就是在你會做貫穿的位置 給你一個轉轉 我小版面也是啊 都是四個 這萬磁王跳起來之後呢 這邊就可以直接開掉了 直接先把這個煩人的轉轉解掉 這樣想想啊 如果你對我還要應付轉轉的話 能夠用的真的很有限 你可以勉強打過 但心裡的壓力就是很大 打到剩一點 然後下一關開場也不會給奇怪的狀態 這無效類的技能不用存也可以 目前用珠景隊伍的好 就是在面對BOSS三隻角色 都可以打 其他的屬性就不一定了 主要的原因是啊 假設你用水隊打好了 遇到暗火的 木屬性是火 後來也會很辛苦 那你用木打的話呢 碰上水的 開頭也是很辛苦 但火的就完全沒有影響 這次木屬性的阿奴巴特是最好打的 但他的行動啊 其實我到現在還是有點搞不大清楚 儘管搞不大清楚好了 其實還算是可以應付 開場就盡可能的先消一下敵人 然後敵人的斬殺現在是落在10% 所以最後的傷害要看清楚 比較有趣的是啊 後面的敵人 他們的傷害無效 都是在50億 所以不管怎麼打都不會有事 如果你的隊伍是平砍 就能夠出火力的話 永住貫穿也OK 收到半血以下之後呢 敵人的攻擊力會上升1.5倍 然後我方的攻擊力也會下降 這個下降是一定要壓啦 好像是剩1%而已吧 然後敵人的攻擊力上升之後呢 打得很痛喔 每一發都是50萬以上 所以不管用什麼隊伍 血量和回復力都要控制好 但其實打到這邊就已經算穩了 然後其中一個最討厭的行動 就是會給一回的覺醒無效 加上全版面 這是幾色陣啊 這是六七八九色陣 有邪魔有毒 有超猛毒 有超猛毒 所以如果這邊沒有解掉的話呢 減輕至少做好 這邊做完之後就已經算是可以收了 所以如果在上一回合 如果女隊的技能有存下來的話 打起來應該會比較順一點 這樣神秘的次元 就能夠順利通關 這一次的編程 畢竟是第一次的嘗試 可能還有很多可以改成的空間 在之後的介紹裡面 會慢慢的看怎麼調整會更順 這邊除了當中介紹的之外呢 就不特別再提了 裝備的話 解吸收一到二 其中一個可以靠延遲 其他呈血量 稍微小心一下封印耐性 應該就可以比較穩過了 希望可以給大家參考一下 那今天的影片在這邊改個段落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散開 提出來 師傅